台湾到水荒了而空巨配合水利署的规划 今天下午分别进行了两次的人造雨 到台中领域潭以北还有十门水库以南空域的实施 成效如何呢马上联系给记者林玉乔来告诉我们 玉乔请说 好了 各位观众呢这个国军抗旱大作战 国军呢其实在这一次整个这个人造雨当中 任务当中呢可以说是执行的相当的成功 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在C13东上面传下来的最新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两位机工长 是把这个旁边的舱门打开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人造雨作业 那这一次这个整个人造雨 由于今天的这个云的是属于暖云的系统 因此呢空军这个用人造雨的方式是用清水 加上这个染剂的方式呢 是把这个水呢在包括鲤鱼潭水库 以及十门水库上空呢是用大量的喷洒 那整个飞机呢是在这个两个水库上空 这个集水区的部分呢是盘旬了大概有45分钟左右 利用这个时间呢把大量的清水往这个云里面来洒 希望能够达到降温的效果 让这个雨能够降下来 那现在看到画面就是机工长准备把这个水给放掉 那其实今天呢由于整个进行的是整个清水 这个人造雨的部分 那这个清水呢由于为了这个让这个水利鼠 在这个雨下来下到地面之后 能够做一些辨识 能够做一些验证的工作 因此呢空军呢特地在水里面是加了染剂 那这个每一艘的这个C23洞上面呢 刚刚跟空军这个来求证 其实这C23洞上面包括机工长以及气象官等等人员 都有14个左右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水呢橘红色的水往外喷呢 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清水 并不是所谓的化学药剂 或是什么大家以为的这个点化瘾 或是干冰等等的都不是 它是清水加上染剂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把这个水呢是全部的喷在这个集水区上缸的云层当中 希望能够造成这个整个降雨的效果 那根据刚刚空军也表示 今天的造雨成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根据地面观测 已经有超过150公里以上的雨量 在这个整个集水区上面来下 而且整个收集到的雨量 也是效果成效相当的不错 那空军在上一次整个5月4号 那个上去进行的造雨作业之后呢 其实效果没有很好 那今天由于整个配合封面的情况 一直紧急的出动 在屏东空军基地的两架C13洞的这个运输机 两架总共在这个飞机上 带了4吨的这个清水 那飞到了飞行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在大概两点半左右 就已经到达这个集水区的上空 来进行相关的人造雨任务 那这个人造雨任务也让军方相当满意 因为目前呢在整个北台湾地区 虽然这个焊象非常的严重 但是在这次整个人造雨任务 好我们看到了 这里值得欣喜了 空间进行了两次人造雨 终于有了沉上 ofin ofin 的